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段22年前的珍贵考古视频 至今仍让考古地员唏嘘不已 必看上消失不见的浮雕 却在六年后突然现身海外 他一开始他不承认这是咱们的国家东西 为了取证 已经回田的大墓必须重新挖开 浮雕的出处 我们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证据 披草斩棋 追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荒山之上 考古队员历经千难万险 上山没有路 顺着沟里面应走 完全都是荆棘 荆棘缠绕 千年古墓被迫重建天域 二次发掘 如何追回国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披铠甲 怒目圆征 手持宝剑 脚踏卧牛 武士形象取材于佛教中的护法天王 然而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海归天王 这个名字的由来 源自二十二年前 一趟跨越半个地球的回家之路 20000年2月 美国纽约 画家袁运生即将参加一场拍卖会 在翻看图录时 突然被一件编号209的拍品吸引 这是一尊彩绘武士浮雕 旁边的英文介绍到 这尊武士浮雕有着早已消失的唐代遗风 估价40至50万美元 巧合的是 袁运生曾研究过河北驱阳一座古墓中的雕像 非常熟悉这种风格 袁运生敏锐地意识到 正在拍卖的这尊武士浮雕 可能出自那座古墓 他迅速将这一线索告知国内 通过对图册上的照片 以及介绍文字的反复比对 河北省文物局的专家判断 这一件武士浮雕 虽著名1995年出土 但实际上却与一庄盗墓案有关 河北省保定市区阳县西燕川村 有一处大山 这座山有个恐怖的名字 坟山 相传山里埋着一位大人物 然而 听说过这些传闻的 不只是村民 还有盗墓者 1994年6月 一伙外乡人总会在日出时悄然上山 又在日落时匆匆离开 发现蹊跷的村民决定上山查看 不料却与盗墓者撞得正着 当时是村民发现山里有人进山之后 早晨从这条路进山走 两个盗墓贼背着十二生肖浮雕 从这里下来 发现人之后 他把浮雕藏匿到了草丛之中 狼狈而逃 村民捡起浮雕 联想起坟山有古墓的传说 突然意识到 这一群人是在挖坟盗墓 于是立刻向公安局报案 当警察与文物管理部门赶到现场时 盗墓者早已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只留下一个黑区区的洞口 我们观察到 它盗洞周边没有多少淤土 所以我们猜测 它应该是用类似洛阳铲之类的工具 向下钻孔 然后用当时比较先进的那种 高性能的炸药进行爆破 然后逐渐地在内阔内阔 通过这个盗洞口进入到墓室 顺着盗洞垂神而下 考古队员希望对墓室进行初步的勘探 阴暗的墓室内空气稀薄 这给勘探工作平添了几分压抑感与神秘感 当时下去第一感觉就是 有点要喘不过来气了 一分钟之后 眼睛才慢慢慢慢有了光感 才有视觉看 就当李文龙努力适应物内环境时 突然眼前一亮 色彩斑斓的壁画 因为当时墓室当中的空气还比较潮湿 壁画的颜色特别鲜艳 李文龙十分惊喜 因为壁画墓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很高贵 为了探明盗局情况 李文龙试探性地向你走了一些 进入墓室之后 我们直观地感觉 第一个印象就是 涌到的东西两侧有两个壁龛 壁龛当中已经空空如也 直接显露着就是墓壁的泥土 当年的录像清晰度不高 但仍能看出墓中惨壮 一座大墓满目狼藉 原本壁龛的位置露出了黄土墓壁 很明显这里曾装着一件什么东西 这个壁龛当中应该是镶嵌着门神武士天王之类的石雕 或者是放置唐三彩之类的镇木兽 等等之类的东西 天王石雕 镇木兽 由于已被盗取 一切只能在想象中遗憾 但谁能想到 时隔六年 纽约一场拍卖会上 出现的这尊彩绘武士浮雕 就是壁龛中消失的那件文物 门神一方面是 护卫着墓主人 不再受地下世界的妖魔鬼怪这些侵扰 保护他的墓主人的平安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为了警告这些 后来的盗墓者跟侵入者 他也是取一个警卫的作用 怒目圆灯的武士 鹤腿斜碎的门神 随葬用途 背道时间 以及体积大小 几乎完全重合 所有证据都指向武士浮雕 盗掘自驱阳焚山上的那座古日 对于非法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 国家文物局决定 依法追溯 一场轰轰烈烈的跨国追报行动 开始 2000年3月初 国家文物局召会美国驻华使馆 21日拍卖会终止拍卖 这尊彩绘武士浮雕被美国海关暂时扣押 然而戏剧性的影目出现了 当时浮雕所谓的持有者 竟拿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一开始他不承认这是咱们的国家东西 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他祖上传下来的 他一说他祖上传下来的 你想这是一个门神是吧 谁把墓葬的门神 在家自己家里边传这个多少倍 他也不符合这个咱们的传统观念 滑稽的说辞明显是在撒谎 但对方却以此为由 先后四次向我方发难 古墓是否属于国家级遗址 被盗文物是否有相关文件 被盗后是否立案 中国法律是否有关于走私文物的条款 类似的问题还有几十个 涉及国际文物追回工作 负责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安全的李宝才 必须就美国海关提出的问题 一一解答 28号左右呢 我就是到这个省文物研究所啊 跑到省文物研究所 找了一些这个当时 95年考古发掘以后呢 出了这个考古发掘报告 找了些报告 同时呢 我又跟这个取杨公安局取得了联系 问他们当时有没有这个立案的报告 他们当时说有 很快 李宝才根据收集整理的材料 对美方一一答复 正当所有人翘首期盼 这尊武士浮雕即将回家时 又一个至于的声音出现了 根据这份资料 对方发现 同牧藏出土 现保存于河北博物院的彩绘散月 和凤氏浮雕 与他们手中的武士浮雕的颜色不同 面对故意刁难 李宝才精确回击 八百年前的金代 这个后史被盗以后 然后呢 那个盗墓贼走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雨水啊 慢慢这个就进到这个墓里了 就把这个墓给泡了 最后使得这个 这个散月和风湿这几块浮雕呢 颜色又脱落吧 但是他前史呢 他后史 他不是分开的吗 当时犯罪分子没有进去 所以只有这次 94年他被盗的时候 他弄出去 把这两块被盗以后呢 这两块显得非常鲜艳 大墓两次被盗 第一次发生在金代 导致部分墓室进水 几尊浮雕颜色有差 第二次就是1994年 浮雕被盗 随后被偷运至美国 颜色的问题解决了 但对方仍旧不肯罢休 他说我这个浮雕呢 是这个形象 是什么 是神 在横眉立幕的 说你们那个散月和风湿 歌舞升平的 跟我这风格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我们为此呢 又给他今天来回答 因为我们是门神 作业在墓的涌到两侧 他是用一种镇墓的 所以这种形象呢 必然是横眉立幕 那个作为这个后室那两块 散月和凤氏 他是侍奉主人 那么主人生前呢 对他一种美好的 这个生活那种回味 他一是一般都是歌舞升平的 所以表现的这个 这个表现的形式 是不太一样的 无休止的纠缠 并不会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停止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年的考古队员李文龙 提出了一个建议 当时会上我就提出来 我们有一个最有利的 一个手段 检测手段 那就是 我们在下到墓室 从可能出土 可能出土 石雕这个壁龛的位置 我们再取一些土样 与现存的这块石雕背后的土样 在实验室做一个对比测试 那么它是不是 从这里出土的 就一目了然 重开墓葬 很难也很复杂 但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提议通过了 2000年5月23日 在考古发掘五年后 考古队员再上坟山 在李宝财提供的录像中可以看到 考古队员根据上次发掘留下的资料 很快判断出墓门的准确位置 山市非常好 一个山间小盆地就像椅圈一样 背后的山稍微高一些 然后东西两侧的山 向下缓过来 前面隐隐约有一个小山峰 就像屏风一样 确实是古人选择 选择墓地的一块风水宝地 发掘即刻进行 铁叉相继插入地面 大量的回田土被清理出来 终于在墓门前的位置 清理出了一个五米深的数学 凭借记忆 李文龙很快定位到壁龛的位置 手产一点点清理掉附着的淤土 信息逐渐显布 先看这是给毁了一半 这半边整个你看 现在全是虚子 它厚的那边早 这边这么早 这全都早 这全是虚子 后来田径的淤土 这还留着一个拱间 火焰拱间 这边那儿就索性都没了 那半个石头在哪 拱间嘛 折石化的那拱间 被盗掘的壁龛 犹如一道伤疤 深深地刺痛着考古队员 但他们只能详实地 记录着所有数据 只希望这些数据 能让流落海外的国宝 早点回家 当时美方呢 他提出一个疑问 就是说 他认为这块浮雕呢 宽是59公分左右 长的是1米13 但你们提供的这个 那个壁龛呢 是长度呢 是1米46 这多出30多公分 多出了30多公分 这为什么 壁龛比武士浮雕 多出了30多厘米 一地事出有因 考古队员顺着斑驳的壁龛 寻找着六年前 被盗的痕迹 顺着这龛走 这是龛的这个 龛的北部 这是龛的北部 北半部分 这流的 下来 走 走 这边有这个折石颜色 到底 他摆回那到底 经过测量 和对破损痕迹的比对 考古队员发现 彩绘武士浮雕 差出来的30多厘米 原来就在盗墓者 选择的盗掘手法上 我们就给他回答 因为这个浮雕在里边 他必须是镶嵌进去的 那犯罪分子在盗窃这个浮雕的时候 他要底下的这个漫地砖和这个镶嵌的砖 他给扒开了 所以扒开以后 这个壁呢 他就多出来30多公分 拍照 提取土样 完成了所有取证工作 考古队员准备返回地面 可爬出五米深的数学并不容易 洞口负责接应的队员紧拉绳索 涌道中的考古队员 将一根结实的木条扛在右肩 作为向上攀爬的踏板 回看当年录像 他们很不容易 细杀 碎石 请客间遮蔽了所有人的视线 尘土散去 李文龙用力向上攀登 终于有惊无险地回到地面 在确认了下目的人员 以及提取的证据都安全时 李文龙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艰难取得的证据 被立刻交给了文物和公安部门 进行分析 和在美国的浮雕后边的图样 做了实验室对比 为当年的这个浮雕的 证明浮雕的出处 我们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证据 终于一年多的追索之路 迎来圆满的结局 2001年的5月23日 美国海关总署终于放行 这尊脚踏物流的武士浮雕 踏上了文国之路 由于追索事件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 纽约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一位看过新闻的美国收藏家 立刻联系了中国政府 他称自己也有一件彩绘武士浮雕 只不过和纳尊脚踏卧牛浮雕略有不同 头顶卧龙 脚踏迷路 经过国内的专家确认 这两块浮雕就是一对 没有丝毫迟疑 这位美国收藏家 立刻将文物归还给了中国 他的名字叫安思远 不久后 这对彩绘武士浮雕终于团聚 分别七年后 就与再重逢 就在所有人都为此高兴庆祝时 李文龙却陷入了沉思 一座藏在河北深山里的墓葬 为什么会被远隔重阳的人盯上呢 一对实质浮雕 为什么可以让人如此着迷 这一座墓葬 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呢 翻看着发掘报告 李文龙的思绪也回到了当年 上山没有路 顺着沟里面硬走 完全都是荆棘 荆棘缠绕 而且山里边有多桥岔路 2022年 即将退休的李文龙决定 对自己曾经发掘的墓葬 进行一次勘查疏离 老师 志强 多年不见了 多年不见 对 二十多年 二十六年 发掘结束 对 过来看一下 今天来到古墓的发掘现场 咱们再去看一下 你再给我们带字路 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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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志强 谢谢 当年的考古队员和村里 常常帮忙的村民 都以头发花白 而这位名叫段增泉的村民 在当年发掘结束后 有义务守山二十七年 国宝就是这样 被平凡中守护着 借住一把菜刀 砍开荆棘杂草 同行的年轻人 明显跟不上他们上山的速度 而这条几乎没变的山路 在当年曾带给考古队员 又一个困难 最大的难度就是后勤补给的问题 没有食物 没有住所 没有店 想在山上驻扎的考古队员 面临巨大考验 当年没水喝的时候 我们从山上下来 用桶在这边接山泉水喝 往上走 往上走 对 这边 对 就是沿着这样的山路 当年的考古队员靠人杯兼扛 运势将发电机 帐篷 考古运巨 以及大批生活物资运上山路 这就是我们当年的浴室 当年因为山上没有水 也没有办法洗澡 山上的工作人员也下不了山 这样每天下工之后 我们都 只要这儿有积水的话 水比较轻 都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擦洗 所以我们当时就通通 这是我们的考古队的澡堂子 再回固定 李文龙一直忘不了当时的挫折 洛阳产在向下钻探20多厘米的时候 碰上了一层石块 洛阳产无法继续往下 洛阳产无法继续往下 发举只好暂停 我跟当时的领队 连家同志我们和其他同志 我们就商量 这往下怎么办 探不了 探不了就要找木道 一般考古发掘 要寻找木道 可以在整个物葬范围 布设大的探方 然后整体揭开 但考虑到地下20多厘米 全是石块 考古队员只好放弃这个方案 木葬就在眼前 可对于挖出木葬的完整形制 考古队员们却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 李文龙又提出了一个方案 说不行 我们就做碳钩 横向垂直着大概的木道方向 我们挖一条东西向的碳钩 因为前期我们下工室知道 这个木葬大概的方向 是作为超难 那么常规的来说 它的木道应该是向南 我们不一条东西向的碳钩 挖到一定的位置 可以找到木葬的开口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的清理淤土 这次挖到20厘米时 没有石块 大家松了一口气 突然 刚刚放下的星又悬了起来 在地下30多厘米的深处 又出现了石头 一开始有100斤左右的石头 我们用撬杠还能够撬出来 把它搬到边上 然后随着碳钩的深度往下 越来越深 石块越来越大 我们在碳钩当中碰到最大的石头 将近有半吨多重 1000多斤 靠人力是根本没有办法撬动的 即使我们用大锤砸 有经验的 技工用大锤砸 石头也砸不开 这显然是建造者有意而为 可以看出 当时为修建这座墓葬 墓主人曾付出极大心血 但是面对墓顶的巨石 却让李文龙感到十分发愁 荒郊野岭没有大型机械 仅凭现场的这几个人 无法快速推进 没办法 只得一点一点啃 不知过了多久 在距地表五米左右的地方 类似墓道的开口终于出现了 看来当时就是打起风土之后 然后用这些打制好的条石 把风土包弃起来 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挡水的功能 因为它毕竟在山间盆地的位置 山水下来 它也要 还有一个分水的作用 就是石头 砖 风土 还有一点风土的痕迹 夯层还比较清楚 墓葬四周仍散布着一些 当年人工打制的青石块 上面十凿的痕迹 仍然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 更让人惊奇的是一道门 准确地说 是一道将近三米宽的石制墓门 我们都感慨 这墓门真宽啊 在当时河北地区挖的 类似的唐代墓葬当中 这座墓葬是我们看到 墓门最宽的 圆拱形木门 依靠巨石的重量 相互借力 紧紧要合在一起 丝丝入扣 而且还用石灰 再次粘合加固 它是谁 如此缜密的防盗措施 为何还会被盗掘 墓门之后 还会有怎样的发现 只能等十条一层层揭开 等到尘埃散去 这座大墓的秘密 才会揭晓